欢迎大家收看《性情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监视印度在法院拒绝合法化同性婚姻后的下一步行动 威尔·史密斯谈到与贾达的动荡关系 经卡代山透露他害怕告诉坎耶·维斯特有关保姆的事情 心碎了 贾斯汀·汀布莱克通过短信与布兰妮·斯皮尔斯分手 他对鲨鱼不在意 我们不知道的是何状水母 请大家收看 美国监视印度在法院拒绝合法化同性婚姻后的下一步行动 路透社 美国鼓励印度为同性伴侣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这是对印度最高法院最近决定不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印度政府和民间社会对这一裁决的反应 这一裁决将这个问题交由议会决定 对印度的LGBTQ社群来说是一个失望 美国国务院此前曾对印度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 包括对待宗教少数群体和记者的方式 威尔 史密斯谈到与贾达的动荡关系 英国独立报 演员威尔 史密斯在巴尔迪摩的一次公开活动中 谈到了他与妻子贾达·平克特·史密斯的动荡关系 史密斯参加了平克特·史密斯的新书Worthy的发布活动 并赞扬了妻子在婚姻中的牺牲和支持 他还称他们的结合是一次在无条件的爱中进行的混乱公开实验 并表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了 平克特·史密斯最近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 他们夫妻分居了七年 金·卡戴山透露他害怕告诉坎耶 维斯特有关保姆的事情 英国独立报 金·卡戴山透露 他雇了一名男保姆来帮助与坎耶 维斯特共同抚养四个孩子 在卡戴山一家的一集中 金表达了他与坎耶讨论这个话题的担忧 但他透露他对保姆很有善 并对孩子们执行特定的规定 这对夫妻于2022年11月正式离婚 并曾谈论过他们共同抚养孩子的努力 金形容这个过程是困难的 在坎耶的争议中 而坎耶承认金是主要的父母 心碎了 贾斯汀·汀布莱克通过短信 与布兰尼·斯皮尔斯分手 英国独立报 布兰尼·斯皮尔斯透露 他的前男友贾斯汀·汀布莱克通过短信与他分手 根据他的回忆录《我内心的女人》 这次2002年的分手让他备受打击 他甚至考虑过离开音乐行业 斯皮尔斯还确认在与汀·汀布莱克的恋情中他曾经不忠 但暗示他先出轨 他还讨论了自己决定堕胎的原因 暗示是因为汀布莱克不想当父亲 他对鲨鱼不在意 我们不知道的是何状水母 《卫报》 一部名为《尼艾德》的新剧情片 讲述了耐力运动员戴安娜 尼亚德试图从哈瓦那游泳到佛罗里达的故事 这部由吉米·钦和伊丽莎白柴·瓦萨赫利指导的电影 追随尼亚德的旅程 他面临了恶劣天气 致命的盒子水母和严重的哮喘发作等挑战 安妮特·贝宁饰演尼亚德 而乔迪·弗斯特则扮演他的教练和亲密朋友邦妮·斯托尔 这部电影展示了两位女性的友谊和决心 已经完成这样壮举所需的身体和精神力量 现年72岁的尼亚德并未公开宣传这部电影 原因是演员罢工仍在进行中 但72岁的斯托尔已经谈到了 他对这部电影的担忧和想法 这位前壁球冠军 担心这部电影会成为一部傻瓜电影 但他松了一口气发现 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他强调了尼亚德的心理专注和承诺 形容他具有隧道事业 并将他与电影的联合导演吉米钦进行了比较 后者也以他大胆的登山壮举而闻名 斯托尔仍然训练好莱坞演员 他在尼亚德游泳尝试期间陪同他在船上 并目睹了他朋友坚定不移的决心 电影《尼亚德》突出了尼亚德和斯托尔 所面临的成就和挑战 作为好莱坞的一部新鲜作品 他以两位年过半百的强大女童心恋者为主角 这部电影的发布 引起了人们对尼亚德令人难以置信的游泳 和他与斯托尔持久有益的关注 以及他们共同取得的成就 尽管对尼亚德的游泳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但这部电影作为对他成就的庆祝 以及他与教练和朋友之间的纽带的赞美 从色彩斑斓的礼服到无人机 这些婚礼趋势将在2024年占据主导地位 英国独立报 Rock My Wedding的2024年婚礼趋势报告预测 明年将是非传统婚礼和个性化婚礼的一年 预计将主导一些趋势 包括自然户外场地 绿色装饰 多彩礼服 极限摄影 新娘分体式礼服 大蝴蝶结 短面纱和可食用的小礼物 报告指出 夫妻们越来越希望通过婚礼来展现个人风格 远离社交媒体上的通用趋势 性暴力幸存者应该更容易获得恢复性司法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妇女法律教育与行动基金 LIF呼吁解除对性暴力幸存者的修复正义 RJ和转化正义TJ计划的禁令 性暴力幸存者 尤其是黑人 土著和有种族背景的妇女和性别多元人群 往往受到警察和法律系统的怀疑 指责或被视为施害者 RJ和TJ是以康复为重点 非对抗性的 旨在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同时预防未来伤害 加拿大人 包括幸存者 支持这些做法 并敦促联邦政府增加资金 创建目录并进行宣传活动 乔丹 洛夫因在与雷德斯队的失利后 感到非常不爽 这激发了他的动力 雅虎 格林被包装工队的四分位乔丹 洛夫承认 在第五周输给拉斯维加斯雷德队的比赛中 他的糟糕表现 比平常更长时间挥之不去 因为球队的赛程延长了 洛夫在比赛中投出了三次被抄截的传球 希望这次失望能激励他提高水平 并带领球队在即将到来的 对阵丹佛野马队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野马队也有额外的时间 反思他们输给堪萨斯城球长队的比赛 周日比赛的结果将展示 哪支球队能够利用他们的负面情绪取得优势 社交媒体影响者正在努力教育年轻印度人有关性知识 经济学人 纳瓦拉特里节是印度教的一个持续久晚的节日 以男女交往为重点 与自由恋爱有关 随着印度变得更加富裕 庆祝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 为秘密交往创造了机会 家庭规模的减少 意味着父母不能依赖他们的孩子 来监管好色的青少年 这导致一些人雇佣侦探 据报道 纳瓦拉特里节前避孕套销量飙升 甚至有些避孕套销售商 在节日期间提供折扣 然而 印度的统治者普遍不愿谈论性 政府认为过于露骨的避孕套广告 已被禁止在白天电视上播放 一些帮也禁止在学校进行性教育 导致年轻人中的无保护性行为 和性病率居高不下 先驱者还是麻烦制造者 梅根 拉皮诺的遗产将是什么 英国每日电讯 梅根 拉皮诺在西雅图的最后一场 常规赛主场比赛中 吸引了创纪录的NWSL观众人数 达到了34,130人 拉皮诺是球迷们的最爱 无论你喜欢她还是讨厌她 她的职业生涯将成为女子足球 和体育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之一 拉皮诺在俱乐部历史上 打尽了最多进球 也是NWSL11年历史上 排名第六的射手 她在美国国家队 获得了两次世界杯冠军 并拥有奥运会金牌和铜牌 她的遗产将是她的社会活动 她在美国队与足球协会的 法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场斗争持续了六年 直到去年才达成了关于同工同酬 奖金分享和工作条件的协议 拉皮诺是2016年最早与NFL球星科林 卡佩尼克团结一致的运动员之一 她还与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土公开争论过 拉皮诺反驳了她不关心国家的观点 拉皮诺对LGBTQ社群的坚定支持 也贯穿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 为什么我妹妹对每个人的孩子都很好 只对我女儿不好呢 问问利斯 多伦多星报 一个女人对她的姐姐 为什么不对她三岁的女儿表示轻腻 感到困惑 姐姐关注她的兄弟的孩子 但忽视她的侄女 这个女人不确定如何与她的姐姐处理这个情况 但对她的女儿来说 知道她不是姑姑行为的原因很重要 另一个读者对在同学家过夜感到不舒服 这个女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她的同学 对她有浪漫的兴趣 但她不想冒犯她 最后 一个男人考虑在他们失去爱情后 离开她的适时婚期 她最近退休了 没有事情可做 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忘记约会应用程序 格拉斯利参议员的办公室 已经促成了20个婚姻 华盛顿邮报 美国一位参议员的办公室成为了一个相亲热点 自1980年查课 格拉斯利参议员当选以来 已经有20对在她的办公室开始约会的情侣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据已经结婚了69年的格拉斯利称 她通常不知道自己的员工在约会 直到他们宣布结婚 这位参议员认为她的办公室会产生这么多情侣 是因为她的员工大多来自爱荷华州 他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 此外 她的员工们在一起度过了大量的时间 格拉斯利的办公室并不是唯一一个产生了双位数婚姻的办公室 参议员查尔斯 舒默的办公室也负责了13对已经结婚的情侣 这位参议员认为 这么多情侣在她的办公室相遇的原因是她的员工工作得太辛苦 没有机会去认识其他人 一名被指控绑架和性侵四名女性的男子 据称在凯恩斯的街道上连续几个小时驾车 澳洲ABC 一名澳大利亚凯恩斯的男子被指控在两年时间内绑架和性侵四名弱势女性 36岁的丹尼斯 马尔科姆 约翰逊据称在凯恩斯中央商务区针对女性 开车数小时寻找受害者 约翰逊已于9月被控一项性侵罪 随后有更多的受害者被确认 警方呼吁任何在凯恩斯被一名驾驶晚期SUV的男子接近过的女性站出来 约翰逊已被羁押 将于11月24日再次出庭 爱丽森 哈蒙德匆忙前往帮助生病的烘焙大赛明星被迫离开帐篷 英国独立报 英国烘焙大赛的一位选手因帐篷内闷热的条件而不得不退出比赛 塔莎是该节目历史上第一位龙人选手在技术挑战中感到不适 需要医护人员护送她离开帐篷 主持人爱丽森 哈蒙德在外面安慰了塔莎 并确认她将在下一集回归 由于塔莎退出比赛 评委保罗 和连伍德和普鲁 利斯决定暂停淘汰环节 直到下周才会淘汰两名选手 该节目的粉丝对在炎热天气中举办巧克力周的决定 表示不满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从美国对印度同性婚姻的回应 到名人的动荡婚姻 再到关于电影NiEd和2024年婚礼趋势的报道 还有一些有趣的读者来信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首先 美国国务院鼓励印度为同性伴侣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对印度最高法院不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决定表示失望 威尔 史密斯谈到了与妻子的动荡关系 金塔代山透露他担心告诉前夫有关保姆的事情 布兰妮 斯蒂尔斯透露他的前男友贾斯汀 听过莱克通过短信与他分手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了一部关于耐力运动员戴安娜 尼亚德的新电影NiEd 以及2024年婚礼的一些新趋势 对于习近平希望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喜爱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在一带一路论坛的演讲中呼吁中国被爱 同时 加拿大妇女法律教育与行动基金呼吁解除对性暴力幸存者的修复正义和转化正义计划的禁令 以帮助恢复受害者 此外 我们了解到社交媒体影响者正在努力教育年轻印度人有关性知识 最后 我们了解到一个有趣的消息 就是美国一位参议员的办公室成为了一个相亲热点 已经有20对情侣在他的办公室相识并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对于这些新闻内容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 关于美国对印度同性婚姻的回应 我认为这是对印度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同时也是对印度最高法院决定的失望 在婚姻中经历动荡的威尔 史密斯和贾达 平克特 史密斯 他们能够共同面对困难 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和支持 金 卡戴山和坎耶 维斯特的离婚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但他们都在为了孩子的利益而努力 布兰尼 斯皮尔斯透露了他与贾斯汀 听布莱克之间的分手经历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但他也展示了他的坚强和勇气 关于电影《Nee Ed》 这是一部非常令人期待的电影 它展示了戴安娜 尼亚德的勇气和决心 以及他与教练和朋友的友谊 最后 我们了解到2024年婚礼的一些新趋势 个性化和非传统的婚礼将成为主流 这反映了夫妻们希望通过婚礼来展现个人风格的需求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我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们对这些新闻的看法和想法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